带4000多万现金去老窝妹子家做家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我就带着他们去他们家 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几天时间就在他们家那边度过了 那边比较偏僻 手机支付这些很多地方不能用 所以我就带这么多现金 看一下去那边待几天能花多少钱 想回家吧 家 Let's go 我们现在先去接阿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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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大早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的包全部都已经收拾好了 就放在我这车这里了 一个个的迫不及待的想回家呀 跟我们当初刚出社会的时候是一样的 很想家 走吧 先买点水果 给他们父母带回去 我问他们还想不想买别的 他说买点水果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回家把钱拿给父母 他们想买啥就买啥 家里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阿坤家了 但是阿坤还有一个包啊 这个已经放不下了 这咋整啊 这个拿出来你们包着吧 包着 出发 到码头了 然后我们准备把车停在这里 它是2万脑币一天和人民币8块钱 他晚上有没有人看到这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所以说还是不一定安全了是不是 要把贵重物品带上啊 不要放贵重物品在车里面 我们大概去那边可能两天三天 四五六七八天也不一定 就放这吧 2万一天 东西拿好了吗 我的呢 我还有个包啊 打开呀 我的包呢 我也不知道我 哎呦 只拿你们的 不管我了 这个我的 哦 我的 没了 没了 莉莉拉拉婷婷已经迫不及待了 莉莉已经快上船了 然后拉拉在那 婷婷在这里 这大包小包的 我也是第一次坐这个船去他们那边 oh my god 他这个是多少钱一个人啊 6万 哎呦 6万可以坐两个的小时 两个的小时 20多块钱 10块钱坐一个小时 哎呀 这是进货的呀 刚刚老老板说 刚刚都不想出发 他说快到我们冷桌了 就开心一点就想出发了 刚刚没什么人是吧 我们来了7个 他又六七42万多赚42万了 他说要要跑两个小时 冷这么一点点 怕亏本了是吧 他说怕到冷了就开心了 我们走到哪哪都开心的 是不是 带动经济啊 这直接 他说是进货呀 有水果蔬菜啥的 那边还有一车 他们那里进货都是靠这个船的 准备出发了 这两个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觉啊 是不是想回家想家 想到想到一天没睡 一晚上没睡着 好 曾梦想掌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 在我身上 如今你身海未降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已悄然无中的 爱情就让你渴望 有感到烦恼 曾让你遍体的伤 地里里地里地里 站在 地里里地里地里 站在 地里里地里地里 站在 就在勇往 之前的路上 地里里地里地里 站在 地里里地里 站在 地里里地里 站在 永远不永远 精彩 到家了 你在吧 马上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了 多开心 到了到了 嗯 走了到家了 哎呦 我又回来了这里 这时候是来接我们的吗 谁啊 阿姨的老公 啊 阿姨的老公 你是 我 你找 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大哥们 回来了 还是这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对 丽丽走了 OK 拜拜 拜拜 因为他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回家 所以我们只能临时决定 先去一个人家里面就去那家吧 也不能等让他们等我们去那家 然后再去婷婷丽丽他们家 他们都迫不及待的要回家了 然后我们在阿坤的阿姨家里面先买点东西吧 买点零食什么的 来吧 随便拿 这里阿姨算一下多少钱 哦 看了这么多吓一跳 你跟婷婷说 我们去了娜娜他们家里面以后 然后到时候再去他们家的时候再给他们买 今天先给娜娜买了 都要是来接婷婷的 拜拜 拜拜 嘿嘿 这个不会是婷婷的妈妈吧 啊 是他姐姐啊 哦 他姐姐 他姐姐比他大这么多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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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大概就是娜娜的家了 我看到他家了 哎呦没事 刘他一不咬你 刘是吃草的 他怕你你怕他 你看嘛 撒拜的 撒拜的 又到娜娜家了 有大哥说给他们家给娜娜家送个空调 这送来咋办了这个 先盖房子再装空调 他家还有个冰箱 你别咬我 这个是莉莉的姐姐 莉莉的姐姐是他哥哥的老婆 那边去那边工作他们在家担不担心 但是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点担心的 他其实是担心的 父母就不会担心 还是担心的 你跟他妈妈说你说叫他不用担心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不是坏人 你跟他说娜娜在那边很努力 娜娜赚的钱有没有给妈妈 那她们的还说没碗 我还没放在那边的 他说给他们买奶 买奶什么给他弟弟什么的 他说两个孩子不够吃 所以要买奶给他吃 我听懂了 我们买的东西给他们 买的东西拿出来 去拿出来 都忘了 你再帮顾米娜 还不在两个弟弟在哪里 拿两个弟弟才几岁 才几岁 可能四五岁 我上次来看得过 六岁 六岁中斤一去了 是我上次来看到的 我给他临时吃的 六岁 六岁 这么高六岁中地去了 Oh my god 这个妹妹几岁 十岁 十一岁 一个六七岁 六七岁 两个六七岁的弟弟 两个一个月的弟弟 就四个了 Oh my god 还有一个妹妹就五个 加他六个 六个还有哥哥 还有几个哥哥 两个哥哥 我三个哥哥 三个哥哥就八个 八个加他爸爸妈妈 十个 十个加他嫂子十一个 他嫂子还有一个孩子 十二个人了 丽丽的姐姐就是 娜娜的 嫂子 这叫大孩子 我的天了 还能娶这么漂亮的老婆 你们那里娶不到 我们这里就生几个孩子了 你猜一下 娜娜是睡哪里的 你不要问他 我就觉得是这里 会有衣柜是吧 装衣服的 哦 阿昆是从这个来判断的 这个衣柜这么 因为她有一个女孩 就是一个房间 娜娜要努力赚钱 盖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嗯 一个家里面上一次 加油 上一次来说 你家十一口人 今天又算你家十三沟 太厉害了 加油 嗯 好安静 很安静 他这里空气真的挺好的 洗的衣服就晾到这个外面 空气还是蛮好的 问他还睡中地去哪 就是这边 很远 在哪里 怎么去 你中地的他中地的 他说他中地的地方在那里对面 对面那个山上 你你去的话怎么去 我还要坐船去 还要坐船 嗯 这么远了 那装好了怎么弄回来 不知道 他们坐在那里 那里要干嘛 嗯 哦 六百天 请别人去拉那种 拖垃圾吗 因为有的人他们去种地 他们没有收 他们就会 请别人的拖垃圾那些嘛 去拉嘛 是挺远的 为什么不种近的地啊 为什么要种那么远的呀 他们没有这里 我近的地没有是吧 你的地没有啊 那个远处的地是他们自己的吗 他说这个 附近是别人的地 圆圆才是我们的地 他说是他们的地不是别人的地 那个地是怎么来的吗 是自己去圈出来的吗 还是国家给他的 他们两年 以前的老人 他们去就去种 然后谁种多少种多少 然后就是 就是他的了 对 就以前的老人嘛 占多少算多少 对 占多少算多少 自己去占 嗯 你一熬就来吧 发财说现在也可以这样做 怎么了 你想就站一块吗 发财 你也是个 你们家发财是这样发了 发财说如果现在 很像以前那样做的话 他也就站一块 他就去 你去跟他妈妈说我们 先走了 然后有空我们再来看他们 开饭了 兄弟们 这吃啥 看一下 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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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煮了一碗牛肉 这个 然后我的米粉一大碗 开饭了开饭了 这火是开的好的很 好吃吧 好吃啊 好吃就多吃点啊 还有手抓饭 拜拜拜拜